結束了一個賽季 SBO超級籃球聯賽 接下來打不打又該怎麼打 下一步球迷們都在看 第18季的領隊會議 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討論之後 新賽制有了新想法大突破 上一季是採用上下半季 把它取消到 變成整季打十個循環 每一支球隊要出賽四十場 是採用積分制 當時的排名是一二三名 然後第四名 第五名 如果說把一二三名打敗的話 可以取得兩分的積分 如果說第一名打 一二三名打敗四五名的話 贏的話只有積分一分 這樣不斷的滾動的話 這到這個排名隨時會變動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 不會出現那種很早就 排名就確定的情況 在賽制這方面的話 很多球隊是說 因為這個太刺激了 他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說他們要回去想一想 所以我們等六月一號的時候 針對賽制這方面 還會做最後的定案 不是先前傳出的三階段賽制 而是以單球技進行 另外討論沸沸揚揚的中華白 會不會成為FBL第六隊 答案也是否定的 中華白我們會在十月的時候 會針對五支球隊跟中華白 然後辦一個類似的杯賽 那主要的話是讓中華白 透過跟FBL這五支球隊打 讓他們多有一些歷練的一些機會 這本身的話就不會去牽涉到UBA條款 另外關於外籍生選秀辦法 這一題五隊經過將近一個小時的討論 終於有共識 那就是外籍生和本土球員一起選秀 那原則上的話是在大學UBA裡面 至少打三年 然後本身他要有規劃的意願 這是很重要 SBO2.0改革新制 不只有外籍生加入 洋將部分也確定將改回單洋將 身高上限203公分 由於領隊會議討論時間較久 其他項目和詳細的賽制細節 也得等到6月1號才有答案 大幅度的變動 能帶來多少成效和改變 球迷們都等著看 外推新聞採訪報導 中心配音符 辭 投 紙歌 評論 辭